你不过是被那女的给强奔了吧 你不会是被那女的给强奔了吧 去车场 别让那些外人跟着 去车场 喂 西子 找地方把俩妹妹放下 薛大哨心情不好 咬飙车 哟 这事严重了 行 那把俩妹妹放下 我去过去 好嘞 回来了 怎么回事啊 你出什么事了 上哪儿去了你 怎么回事 我这跟你说话呢 你干嘛去啊 不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进屋之前 我还回头看了你们一眼 看你们都挺高兴的 我心里还想黑 还真不错 怎么一会儿就又催东西 然后薛洋又走了 你现在 你三爸可着急了 他上哪儿去了 你知道不知道 他跟周浩怎么在一起 应该没事 没跟你说完 你给我坐 坐 不是 怎么回事啊 这赵文真亲人家薛洋来着 我问你呢 是不是 亲没亲呀到底 我现在不想说这些 你让我一个人静一会儿行不行 什么叫不想说呀 不想说你也得说呀 我 是不是 亲没亲 亲了 您知道能怎么着啊 什么叫能怎么着啊 他是不是你女朋友啊 我现在也被真是烦的 你得管好了他 你烦有什么用啊 您别每天逼我行不行 我哪儿每天逼你了 我明天去我爸那儿了 你干吗呀你 我发现你现在真够可以的 动不动出点什么事 都找你爸去 你多大了 我现在就去 你敢 现在都几点了 你这时候你找你爸 你爸住郊区呢 深今半夜的 你跑他那儿去 你 你让他还怎么睡觉啊 要吃明儿去 要吃明儿去 行啊薛洋 这车上你改的真偶拉风呢 什么时候把我那台也改改呗 哎 反正就有先来后道啊 我早就跟徐大少打个招呼了 要改也得先帮我改啊 喂 哎呦 叔叔 啊 对对 学员跟我在一块呢 要不您跟他说话 哦 成 您放心吧 他一会儿就回去了 哎 叔叔再见 这搬回家里住 就是挺麻烦的哈 干什么事 还得跟家里说一声 哎 你到底怎么了 跟我们也不说是吗 刚才就那楚慕 他那女朋友 把学校给粉了 啊 不是吧 那女的也太成猛了吧 哎 薛洋 那女的长得也不算难看 你这不算吃亏 你没必要动那么大伙计吧 我又不是你 况且这事 也不是吃不吃亏的问题 那什么问题啊 哦 就是因为她是你 后妈儿子的女朋友 你怕以后见面尴尬什么 尴尬也轮不上我 就是觉得恶心 嗯 别墅 正午 踏入开满薰衣草的花园时 我没有想到 一场恍若如梦的艳遇 正在慢慢拉开帷幕 我觉得这事吧 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哎 那女的叫什么来的 叫赵文吧 啊对 赵文 那赵文从一看见薛洋 就撒开了网子放电 一直就没停过 你说在旁边看热闹的 咱们俩都已经明细了 她那男朋友楚慕 在旁边说一点反应都没有 哎 这男女朋友之间 对这种事 她有反应那么迟钝的吗 所以说哈 这赵文 要不是对这个 薛大哨一见钟情 那就是因为有什么别的原因 才敢这么生往上扑子呢 那有什么别的原因啊 你想啊 这楚慕和她妈 刚进薛天门不久 总不能跟薛大哨 产生正面冲突吧 正好借着个赵文 来试探一下 制造点矛盾什么的 而且啊 就算现在这矛盾不爆发 那以后 也可以当上什么引子啊 比如说 分家产事就可以用得上啊 不是吧 我看那小子连傻寒相 不像那么有心机的人啊 脑门上刻着聪明俩字的人 他就聪明啊 我告诉你 凡是看上去智商不到八十的主 那都能造出原子弹来 你看那霍金的长相 长得聪明吗 当然了 你是个例外啊 也是 哎 你 你去一边待着去 哎 那小子 把你弄得那么郁闷 要不要我帮你整整他 怎么整啊 万一你整到复了 我们的老爷子还不找我算账 放心 我能让他相当不爽 还得甘心情愿瘦着 而且啊 还不知道是谁整的他 你以为你神仙 我觉着吧 你长得特别聪明 你 你说什么 我说一遍 你快过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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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 你别想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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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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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还不上帅 别别别别 别在乱 别常说 哎 嗯 哎 哎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好 臭小子 今天怎么有空看我来了 想你了吧 你看 我妈让我给你带老三样 茶 酒 治嗓一样 您上的那药吃得怎么样 嗓子好点儿没有 向您妈妈报告 楚信同志 已经不咳嗽了 您还是得借啊 要不然多少药都白费了 是是是 我借得差不多了 来 回家 给你做好吃的 走 来 赢你那儿 好 徐先生 文姨 徐肖说他不下来吃饭了 要不我给他弄点饭菜端上去 端上去吧 昨儿那事不会有什么误会吧 谁知道啊 我问楚慕 我看他也在那儿蒙着呢 什么都不说 甭管他们年轻人之间的事 你越问他们越不说 越来劲 扫着他们两天 自个儿慢慢就消化了 吃菜喝 说说 你说你这么多年 一直一直担着 你也没想着再找一个呀 像你这种超级无好情全能老公 肯定特别享受吧 是不是选手太多挑花了眼啊 这么多年了 一会儿也习惯了 还落了个清静 挺好的 哎 要不我一见还就一见 老子 再给我拿一盘来 真的 我那哥们达子 达子他妈有一朋友 文文 像吗 还肯定呢 您做的还有挑的吗 端出去吧 哎 我跟您说这啥对象的事呢 赶紧端出去 趁热两个不好吃了 我再炒一青菜马上就得 把酒先倒上 您说您我一跟您说这事您就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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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样子 嗯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吧 老儿子 坐好了啊 吃饭 辛苦了 来啊 楚信同志 开动了 吃吧 手艺见长嘞 是吧 换了个新家不太习惯了吧 那 新爸怎么样对你好吗 挺好的呀 那就是新的兄弟姐妹让你添堵了 说说吧 别壮了 刚才在屋里都一声不吭的看照片了 你心情好的时候什么时候玩过这种深沉 对 我这回遇上南辰的猪肉 就我新爸那儿子 我妈这回升级了 帮了一大款 那家里南辰的事呢 也跟着升了级 就那富小的吧 我就觉得 他肯定是打小富裕过了头 他浑身上下什么气都有 就是没有人气 那脸每天就这样的啊 那可能有点夸张 但跟这差不多 你知道吗 这什么呀 这整个一面部神经半瘫痪的患者嘛 他对谁都一样 而且呢 说话论单字计算 这比咱们研究那些个项目的结缘能源多了 那这孩子是不是小时候心灵上受过什么创伤了 他七岁那年呢 他今生母亲去世了 他爸呢 就一直忙着事业什么的 也 也不太招家 他呢 就老一个在家待 怎么待出毛病来了 儿子 其实我觉得好办 这种性格的人呢 你别看他的表面有多冷 其实他心里很脆弱 所以你不用怕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产生什么矛盾呢 发生什么冲突 你该怎么做怎么做 只要是真心实意的 该对他好 你对他好 该让让他 你让让他 早晚有一天他能感受到 只要他感受到 就一发不可收拾 你别不信 不信咱们走着瞧 就凭儿子你 这待人的心胸和能力 你对付他这么一个面瘫 那还不是就跟这一种小酒似的 喝了 得嘞 跟您聊个天我真是心里边顺畅多了 那是 那怎么着咱们还是言归正传 好 你倒是说说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呀 你说我妈都三婚了 您还跟这儿耍着单呢 是不是 你说我这心里边 儿子 有一件喜事我得告诉你 下个月我就调回研究所 带我以前带的那个项目了 真的呀 是 有一位投资人啊 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 看到了我以前项目的研究报告 我特别感兴趣 非点着名来让我回去 重新带项目组 第一笔投资款都打过来了 可是现在这事我一直纳闷呢 这天上怎么就突然掉下馅饼了呀 按理说你老爸没这命 这事您有什么可纳闷的呀 我跟您说这回您就是遇上薄乐了 您知道吗 这事该着您的 您跟那小中学憋去那么多年 熬也赶紧熬出头了吧 那是 这下事业蒸蒸日上了 嗯 工资往上涨了 越来越忙了 对 那您的饮食起居一人肯定忙不过来 这么多钱干嘛个人也花不完 您赶紧找一个 跟我说一声 我提前帮您物色 打住 你怎么又绕回来了 您干嘛老不让我绕回来呀 我一说这事您就打岔 您又那么不待见这事啊 不是 您老一点待着干嘛呀 您要成佛呀 我跟您说我不建议您给我领一后妈回来 我都那么携个后爸了 您赶紧给我找一后妈行不行 让我这心里也平衡平衡 我求您 你这臭小子有这么说话的吗 这事有平衡的吗 我一个人过得好好的 你急什么呀 我急呀 那你急你急你自己的事 你那女朋友怎么样了 是不是还是叫那个赵文 我都忘了跟您汇报小部的工作 您先听我说啊 我那黑窝土计划 特受我们部长赏识 估计我那小农场的梦想 很快就能实现了 开始打岔了啊 出事了吧 别去啊 让我回来啊 是你把人拽了 还是人家把你拽了 您就那么不关心我温哥吗 说说 说什么说呀 说说 来 喝酒喝酒 好容易见您一回 这样咱谁也别聊了行不行 来 喝 喝完了说啊 来 Все 唉 真的 说说 这有多00多了 喝喝喝 喝死又大了 看去吃吃吃吃吃 吃喝吃喝 这臭小的 吃吃吃吃 Tan 这是臭小的 气死我你 嗯 你啊 喝喝喝 喂 姚初 嗯 分一半告坐着了没有 我对 马上马上 我正在证明的 不是 怎么了你 周末玩太厉害了吧 这一上午都没精打采呢 不是 我跟我爸聊天聊得有点晚 而且我妈还喝点酒 马上马上啊 我正在证明的 行 周末啊 你刚听见什么声音没有 没有啊 刚是我没睡好也换听了我的 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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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 惊喜吗 我我妹妹 我妹妹 妹妹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琪琪 是我们家宠物以前的妹妹 现在和未来的女朋友 所以啊 我们家宠物经常出没的地方 也就是我经常出没的地方了 我会来经常拜望各位的 朋友 你别乱说 马上啊 你开什么玩笑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打扰打扰 来来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不是你 你要撒风你回家撒下行不行 这些都是老十八交上班人 他没见过这阵势 我还在这儿混下去呢 行啊 那咱现在就回去呗 我考了一上午了肚子早饿了 走 去 什么呀 考什么了 不是你怎么过来的 二八知不知道 不是还有你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呢 走走走你这儿等我一会儿啊 这干嘛呢 开晚会啊 外国人呢 回大象 咱公司又开上到外国了 来 算了给我过来晚上下这拨人吧 在这儿别同一句话都别说 啊 走 我那个那个计划回头发给你啊 我早走几分钟 你有事可不打电话啊 来干嘛 告别 真 真是我妹妹 好 想我了没 现在我高兴她啊 别那儿崩着啊 我知道啊 你心里美得不行 没有我的世界多无聊啊 所以 我来了 所以你先给我打住吧 你先告诉我 你怎么找到这地儿了 我才过来十七没几天 连我妈都不知道啊 对了 我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喂 达子哥 对啊 我现在正逮着她 在她公司大热里晃荡吗 我里面别过来 喂 崔达 你个忘恩负义的叛徒 我就知道是你出卖了我啊 你麻烈给我过来 中午饭你请 就怎么着 你说这 见色旺有了 你说这 这算色吗 他就 不是不是 我 我 不是 刚我 我说你这是装 装扮特别的酷 你知道吗 我突然想起来 我记得你扣子这个人物 他后面好像背着一个 那什么东西 那是葫芦 算你还有皮 走 带你去看我整个造型的版整版 不是 去哪儿 你干嘛呀 站这儿别动 一句话就别说 包子包还给我吧 嗯 谢谢啊 拜拜 木叶的同盟国 沙国的忍者 沙铺我爱罗 酷逼了吧 酷 我算知道你为什么 把这个东西放到传达室了 跟我我也不乱气 对啊 他跟我说 今儿我要是把这包背进去了 明儿他就得下岗 我也想 现在找一工作也不容易 就放大条生路吧 你都知道了 像我这么宽容善良的人 总是这么提人着想的嘛 你的脸皮还是那么一如既往的厚 别处这六五公司的人了 打车去吧 我们家宠物什么时候折到打车了呀 我怕你再下了一个有心脏病的 忙完了 走 吃饭你吧 好 赵文 你快去呗 我还有事没忙完 你们先去吧 走了 拜拜 进来 有事吗 我想请您看看这篇文章 为什么 你写的 对 因为这篇文章能向您证明 留下我做实习生 是您多么正确的选择 奢华之吻 顶级别墅区遭遇 不错 有点意思 怎么你准备一直站在这儿监督我把它看完吗 没有 您慢慢看 我先出去了 孙部长 重谋那报告我已经看过了 我觉得接下来对她安排可以这样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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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就这样吧 上菜一定要快 我都快饿背过去了 您得救命啊 嗯 好的 你看着吧 一会儿肯定上一菜欢迎服务员 这儿的人 都得过来占用您的尊重 正常 那你说说怎么的意思啊 这突然降临的 你刚才 考什么专业啊 专身本动漫呗 你不觉得我要是不学动漫 那简直就是当代动漫界最大的损失吗 那怎么还非跑这儿来学啊 人家大上海不至于连个学动漫的地儿没了 还不是为了你 哦 你以为我当初考大学的时候 就只能考一专科呀 像我这种极品天才 直接说本联读 还得看他们是不是哄得我开心 我才会给面去呢 我也就是不想输了我们家校图的意 跟他学一专一 画什么一个画 那这属于你跟二爸之间的内部矛盾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不还没收到呢 来了 来了 我得先给你吃一口 来来 真花脸夫人 你现在学的不是也是油画吗 没为二爸的意思呀 所以说那小小头卑鄙嘛 他说要是我不按照他说的去考 他就不给我出学费 没学费我什么都学不成呀 所以就只能忽然先考个专科 骗到学费再说 你这次来不会是先找后奏吧 那是必须呀 他这两天去广州办画展了 怎么还一回家 我送他一个一空成绩 又 赵婉 还没吃饭呢 我点完饭了 真努力呀 现在年轻人像得这样的 真不多了 普遍也没吃啊 现在去 下午出选样的时候 把这篇稿件夹进去 描写的啊 这是我的稿件军友一脉 以后稿子写完了 直接放到这儿 知道了 行啊 找完 上手够快的 好戏还在后腾呢 行行慢用 勇气 塔斯哥 想我了没 特别想 太酷了 真是月了月漂亮了 你老花 去 这叫实话实说 对吧 塔斯哥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我们都等不及先吃了 吃呗 咱们谁跟谁啊 不用挡 其实怎么舍得进包家吃饭吧 不像我们储抠的风格吗 我们来的时候还是打车来的呢 据说是为了我 是吗 怎么个情况 抠 转性了 就他人生行头 为了社会安定 人民健康 那我这人是放学了呀 就这样 刚才还有三四波服务员 接着送蔡的名义过来参观过来 你说要把他一人扔大厅 咱们这也可以在门口开始输票了 你扣罪的是五艾罗吧 我也特喜欢这人物 你先给我扣罪一下 咱俩来个五艾罗推丝 好啊 把手柜一块拉上吧 别别别别 这别算上我了啊 你 你怎么跟这小疯子接上头的 别说我真没背着你 当时你就在我旁边 在你家烧烤的时候接一电话 你还记得吗 我说你当时那个笑容看着 怎么那么邪性呢 果然没变什么好 这不是为了给你惊喜吗 要不然能有这么惊艳的效果吗 谢谢啊 我现在在我们公司算上出名了 你还没告诉我呢 你过来学动漫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了 正事我还忘了说了 我宣布 我这次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不惜一切代价 不计一切后果的 坚决必须彻底地成为 我们家橙屋的女朋友 你这又冲哪门风啊 怎么办啊 你有女朋友了 现在应该算没有了吧 没关系 你又也没有关系 我迟早会把她踹走 你可以提前通知她也是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让她越早自觉离开得越好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不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好吧 这 孙部长 我在外面吃饭呢 好好好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 好好好 再见 不是你刚刚不是开玩笑吧 非常认真 嫁给你了 我得赶紧回当公司 估计我那些计划可以被采用 那太好了 赶紧去 喂 你不能这样把我扔给达子哥 我还没接二妈呢 我忙忘了给你电话行吗 你老人家刚才惊着我了 我得适应一会儿行吗 达达 恭喜一下 淳慕害羞了 淳慕 公司管理层对你的黑沃土的计划 评价很高 一直认为你是今年实习生里 最有前途的一个 所以呢 公司为了培养你 终于把你先调到市场部去 做一下时间方面的工作 你对市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啊 对你将来的技术研发会很有帮助的 我已经跟市场部的原部长打好招呼了 一会儿你就到他那儿去报到 具体工作他会给你安排的 嗯 你就是储慕吧 这是你要去推销的消毒餐具的资料 你就负责到东市小世界去推销吧 前两个礼拜内 至少拿回五家餐馆来订单 放心 东市那边餐馆还是挺多的 好好干 有前途啊 这是会用消毒餐具的地儿吗 周浩把一个搞技术的实习生派去推销消毒餐具 而且这孩子还刚刚交上一份很不错的项目提案 做成功很符合呢 你会用水术的提案 你能看你一项目的车目啊 我找你啊 你快去看你啊 你慢慢来来 你想把这种东西都把一项目都把这个给一个你 你再配法 我还给我用 那种目的 这些项目呢 您看看 吃点什么 您这儿有没有那种 干净点的板块啊 这都是干净的啊 您是想用 想用一次性的啊 这儿的 这 这还不如这个呢 我是说啊 就是有没有那种 专门消我毒的 你是来吃东西的 还是来吃碗块的 那不是为自己的健康超想吗 我们这儿的碗块 都是消我毒的 如果你要不放心的话 下次你可以自备消毒水啊 我刚进门可没瞅见 你们这儿有消毒柜 你们怎么消毒啊 你卫生部的 防疫站的 那你就来砸厂子的了 不不不不 我就是一普通顾客 我过来点东西吃了 好 那您吃点什么 来碗豆汁吧 一碗豆汁 下小厨所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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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是搭子个疼我 陪了我整个下午 你下午没上班 会被割工资吧 没多少 实习期本来就没什么工资 而且陪你是我人生一大乐事 值 精疲 太精疲了 一会儿也去看文艺吧 对啊 一会儿去呗 我就不去了 我爸今天出差回来 我得回家吃饭 楚库该下班了吧 让他来接你呗 你不是说我差点给忘了 这讨厌的蠢子 那下午连一个电话都没打 拍秀工还这么久了 喂 你在哪儿啊 那我过来接你吧 你 想干嘛啊你 我想接你这顿饭 没兴趣 让开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就不能给咱们俩一个机会吗 哪怕从朋友开始做都行 给咱们俩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啊 你是一个女孩 自重点行吗 女的怎么了 尊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就是最好的自重 我喜欢你 想跟你在一起 我就必须这么做 我和你不可能在一起 让开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啊 喂 你也不想浪费 啊 猜 CDs 有多少个机会 你还没找到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你肯定要找到 那儿 他就在当时 你也要找到 那儿 那儿 你还没玩了 是吧你 一会儿说差劲 哎 哎 哎 美女 要不好好看你吧 滚 学阳那么冷的人多没劲啊 我给你介绍几个 火辣的帅哥认识是吧 他们都喜欢这种事了 赶快滚 这会儿进身上了 那你慢慢进身啊 拜拜 师傅 对着那两个公车 你达哥哥先走了 下午遭虐待了吧 你又想说什么 你看你这张脸 衣服不是被打了 就是被抛弃的 表情 中午走的时候都好好的 怎么回来就成这样了呢 你哪只眼睛看我中午走的时候 还好好的 你老人家一出现 我就只剩下被虐他的命了 赶紧订晚上在哪儿吃吧 回头我好叫你二妈过来 叫二妈过来干吗呀 我们去你家不就完了吗 达子哥都跟我说了 你现在新吧是一大款 住别墅区呢 咱们直接去呗 那是我妈的新家 我不住那儿 你要去让你二妈带你去 我不去 为什么呢 我不愿意呗 是不是你三爸欺负你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去住 你一旦不愿意去住 连去都不愿意去 这里边肯定有事 看了这别墅啊 我是非去不可了 敢欺负我的人 谁那么闲密长度想换换 小宠路别怕啊 有我在 就算是黑山老药来了 我也能一巴掌把它打回原形 让它老老实实地对你和二妈俯首称臣 走 会回那黑山老药去 什么跟什么呀这 出来 出来 对 你倒是能躲外边 二妈怎么办 这事必须解决 别闹 哪家室啊 我一家一家穿门找回呀 姑奶奶 就你这副斗鸡的架势 我什么地儿也不敢邻你进去啊 我三爸真的对我挺好的 我不愿意搬过来住 那是因为其他原因 绝对不是因为他 绝不是 那是什么呀 你到底说呀 我跟你也说不清啊 哎呦祖宗我现在身边是已经够乱的了 你就你就别再给我乱上天乱了行不行 我这一下午为工作的事 我都快郁门得快死了 你你说你这会儿又 感情你下午这份被你虐待的样子 是因为这事啊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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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恢复我的温柔本色去见你的好三爸总可以了吧 你放心 我肯定对他老人家毕恭毕敬的 走 哪家事啊 喂 你要是再拉着这儿不走 就说明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假的 你三爸就是一恶魔 你就是不敢让我去见他 哎行行行行我就说了 你一出现我就没活路了 走走走走走走 来了来了 呦楚姬来了 李姐 不是 你别怕 这是我妹妹她学校演完初没卸妆了 演个妖怪 你才演个妖怪呢 这身漫画里特牛运人物 你好 楚小姐 不不不姓齐 齐齐 齐齐你好 我妈她们还没回来呢吧 应该快乐 齐齐想吃点什么吗 我现在去做 我想吃宠物做的干烧鱼 不是 你回去我再给你做好不好 不行 我好多年没吃了 我今儿一定要吃 那这样 冰箱里有鱼 我去准备一下 不不不不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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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麻烦了 我还想喝玉米汁 那我现在去买 谢谢啊 没事 麻烦理解了啊 没事 怎么感谢我啊 这里面除了我的车 谁会套你自个儿喜欢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走了 那女的要是天天在你校门口堵你 我可不能次次都救你啊 赶紧想折啊 救出吧 那 Clinton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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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